新浪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子 心情很激动 还倒计时来着 五四三二一 然后全家沸腾 前天 对 是是是 还有我们余生的导演他们 都来了 在我家 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吃饭 开播的那一刻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的内心活动是什么 其实我是很激动的 但是反而比我想象中要平静一些 就是可能因为等待的时间太久了 我刚开始其实觉得还好 后来等待的时候有一些的着急 到最后有一些难过 但是后来就平和了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历练了我 当年演这个戏的时候 其实就很想把它演好 因为我演这种可能现代的戏比较多嘛 然后大家又是从小 看我长大的 对我会有固有印象 就是活泼可爱 所以就是想说怎么能够人物塑造方面 跟以前有一些不一样的点 休息了有八个月吧 因为那八个月一直是在调整跟看本子的一个状态 长时间的不拍戏对你来说会有一点慌吗 那个时候没有 现在可能我会了 你会有一些压力是来自外界给你的一些 你会觉得八个月不拍戏压力好大 不尽足 也有可能是一种焦虑 对自身的一种焦虑 因为现在其实也是面临着 我也慢慢在长大 然后我也希望去演不同类型的作品 就现在的我认为还没有达到 我觉得我给自己的以前的一些目标或者是什么 可能以前会觉得时间还很多 但现在可能就会觉得 哎呀 时间其实是有一些仓促了 那你当时对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我其实很想演很多好的作品 不光电视剧或者电影 我都想去尝试一下 对 其实是想去突破一些东西的 我记得好像他们当时说 导演跟那个剧片他们想见我 然后我说能不能等我看完剧本 我想说等看完剧本再见 然后见面第一次就是我印象很深 当时制片就问我了一句话说 你为什么喜欢我们这个剧本呢 他说你来的话 如果是想抱着一个任务性的去完成 说那我觉得你在考虑考虑 他说因为我们想做好戏 我说我只要拍戏 我就要把它做得最好 我说我不会报纸举任务去完成的 那你一看完之后 你觉得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他很温暖 然后很善良 就像一个小派影一样那种 照耀着大家 这个本子是我看到 他很平平淡淡地去讲一个故事 没有很狗血的剧情 没有劈腿 没有家庭伦理 反而我很喜欢 我们感觉它是一个偏现实的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戏 但它也有很温情的地方 又很温暖 我觉得特别好玩 因为那个围独的时候所有演员都来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那场戏 你就能看出大家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在等那个那一刻 然后等到我们俩正在一起的那一刻 你就看所有人都 真的是欢呼 连演我爸爸妈妈的 李老师李女士都在那 耶 然后就觉得这事已经成了 还没太 这也很好玩 所以全属的演员都在喝 一只笑和顾薇的CV 对 都是假的 对 我也看到了 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 对 说你们拍吻戏啊 据说拍了几十遍呢 而且吻戏是家的 是吗 我说大姐 我们俩今天拍了一场大家打招呼的镜头 我说 大家脑回路就很大 现在对于我来说都不喪 我觉得那一年是非常快乐的一年 因为那一年的作品也得到大家的认可 然后我觉得生活也挺快乐的 丧的点的话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对自我怀疑 但这个经历是我现在也会有啊 大家每个阶段都会有 你自我怀疑的点是什么 那一年其实我当时的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反而是一种压力 就会觉得 那我余生怎么能够演的更好 让大家不失望呢 反而可能有的时候 别人给你抬到了一个高处的时候 你会很焦虑的 因为你好怕 你后面的戏播的不好 就是这是一个心态 但我后来觉得 我觉得这两年的心态平和了 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永远站在舞台的中间 你永远不可能永远是在那个位置 我觉得享受当下 然后努力好每一天 至于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都不重要了 那天是我们杀青的最后一天 然后是凌晨 好像赶上还是我生日 然后一直拍拍拍 然后就那天又很困 但又很激动又很兴奋 就是很多情绪交杂在里面 说不清然后又会很舍不得 因为那天我觉得我要离开这个角色了 所以当爸爸说的时候 我就哭得更难受了 很复杂的一种情绪 而且那天导演他们特别讨厌 他们知道是我生日 他们想给我惊喜 但他们没有布置好 导演就一直让我一直拍 一直拍那场哭戏 然后我就觉得我又受挫了 导演说你来看见监视器 就是他骗我 我觉得眼挺好 导演说你觉得你真情实感 我说我都哭成这样了 他说我没有看到那个眼泪 我说啊 你这个没有看到 然后导演就很焦急在那看 我说在搞什么 然后结果后来发现 他们在给我惊喜 只是没弄完 所以导演一直拖我时间 我爸呀 他不太管我 不是 他想管我他管不了我 对 然后我爸又知道 我的性格是那样的 所以就是我跟我爸 完全不是林志孝跟他爸 我爸是特幽默 他北京人 然后我幽默 你也知道 我也挺幽默的 所以其实在家我爸 我俩老斗嘴 我觉得很美好 我觉得太好了 就是他们 我演绎的一个角色 他们在那一个空间里 是一个完美的安定 是让我会觉得我很开心的 而且很祝福他们 所以这个 你这项和各位的爱情 会激起你对于家庭的 那种圆满的想象吗 我是在一个爱里长大的孩子 所以其实我的性格能之所以像今天 就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的问题 所以我从不吝啬我的爱 给别人表达 我是一个很会爱别人的人 所以我也很渴望 就有一天也会有自己的家庭 然后自己的小朋友 所以就会觉得这一件很幸福 很美妙的事情 他老爱说什么林真笑 你多喝水 就类似于这种话 我永远都会觉得没用 就是人在男生的时候 我当然知道自己要多喝水啊 就会觉得很好玩 但其实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知难 他挺会的 你说他自己就租了个房子 搬到我对面了 你不觉得 其实他挺会追女孩的吗 他写可乐瓶什么的一样 所以你是会被这种 有小小的心思打动的人吗 我不会 我只会对我喜欢的人打动 如果不喜欢他 这多少心思是没有用的 你会有什么用的 自己 是我拿手机录的他 然后也是他录的我 你们两个真的不会拍到笑场吗 笑场都用啊 你看我里面有很多笑场的东西 那很自然 然后所以就都剪进去了 所以那个是有剧情设定的吗 有 但是很多词 就是我们现场自己发挥了 我觉得最甜的还是两个人 他求婚以后 然后他们两个决定要结婚了 我觉得 我觉得最甜的还是两个人 哎呀 人生大事结束了以后的那种感觉 希望你跟顾薇可以好好的 永远幸福下去 我记不得过 两个人 我记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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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人